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政治大學商學院副院長 邱一家教授來和我們聊一聊 近期商業模式的新趨勢 教授好 很久沒有上老師的課 今天有這個機會當然不能夠錯過 一定要趕快來聽 第一個 如果從外觀來看 音樂基本上是收費模式的改變 好比說以前我可能一次買斷 比如說我買銀印機 我買一個設備 那訂閱很簡單就是說 我現在不是一次買斷 我可能就是說 本來也許一台可能十萬塊 我現在可能分每個月 甚至有每週 就一個固定的期間來去支付 對於做訂閱制的公司來講 其實你有第一個好處 你在做未來支援固局的時候 你可能會比非訂閱制公司 來得更踏實一點 第二個好處是說 你可以掌握用戶的使用脈絡 就是大數據 對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商業模式的轉變 所以我們在強調 訂閱它不只是收費模式的轉變 它是一個商業模式的轉變 所以當我們才談商業模式轉變的時候 最好就會有兩個時機